這次選舉結果呢 有可能有很多跟稻草 可是從評論員的這個說法裡頭 投票率永遠是最關鍵的 有沒有回去投票 因為我們是不在籍 我們是在籍投票 你不在籍的話就投不了票 所以很多觀察的指標 包括你返鄉投票購票 雙鐵高鐵跟台鐵購票率 好不好呢 報紙頭條告訴我們 不如四年前喔 看起來沒有這麼踴躍喔 2020年這個購買率很高喔 我們來看看 太陽花世代反對重啟服貌 林飛凡是代表人物 還有魏陽也是 他們就轟黃國昌說 你黃國昌 國昌老師 你背叛太陽花的精神 來看看 堅持太陽花精神 反對重啟服貌貨貨貌 當年一起佔領立法院 太陽花學運載具一起把炮口鎖定 昔日佔有黃國昌 但十年之後呢 我們去看到黃國昌 他為了自己的這個政治利益 他竟然可以背叛 我們當時太陽花運動 所提出來的這個訴求 跟我們當時的一個精神 他他側身於這個主張重啟服貌 貨貌談判 兩岸一家親的民眾黨 柯文哲和黃國昌 他們心中的國家 和太陽花心中的國家 顯然不一樣 跟當時初衷一致 拒絕重啟服貌 批評黃國昌背叛運動 背離精神 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到底在哪裡 真正被叛太陽花運動 是民主經部長 違反當初對民運動 的莊嚴承諾 從來就不是 幫上權政差資無分 更不是 要抱著民進黨大度的運動 黃國昌火大回嗆 指問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這法過了快十年 仍沒下文 到底是誰背叛 角色似乎搞錯了 但當時受益者之一的柯文哲 野辰劍拔 痛批柯文哲曲解太陽花初衷 太陽花價值就是公開不明 當年就是反黑箱服貌 你零非反現在變零九萬 零九萬是符合這個太陽花學運的 這話把服貌重啟議題 再丟回給民進黨 好 什麼是太陽花價值 我們看到柯文哲說 那你零九萬符合嗎 誰符合是誰定義了算呢 黃國昌講 太陽花不是你抱著你民進黨大腿 才叫太陽花 還有包括黃國昌講說 這個背叛太陽花運動的不是我 而是你民進黨 當初是誰 這個來希望能夠更符合台灣的利益呢 我們看到民進黨團今天也開了一個記者會 他們指控柯文哲用金華城融機獎勵 換百億選舉經費 這裡打了一個問號 這是他們的一個 所謂金華城的那個案子 現在大家都在打土地 大家都在打跟財團的距離 柯文哲說 哎呀 有證據你就去告啊 這是柯文哲的回應 您來先請教 宥辰 好 大家不要忘記 在太陽花之前 台灣發生了也一個社會運動 是為了一位 黃仲秋他在軍中的國防部事件 所以讓大家一起穿著白色衣服 在凱道前面 希望軍中做司法改革 後來才到了太陽花 人民沒有辦法接受 用30秒直接強渡關山 所以當年的氛圍是希望說 不管誰執政 都應該要還給台灣人一個公開透明 公平正義的環境 但到了今天 沒想到太陽花這一群 本來應該要堅持這樣信念的人 反而去成為了民進黨的側翼 附庸 來針對太陽花的事情 在做曲解 抄議 來檢討說這個 其實我們都還是在野黨 包括今年國民黨 跟我們民眾黨都是在野黨 第二個 我們反問今天 來開記者會的這一群人 太陽花如果當年的堅持 你們現在講得這麼的偉大高尚 說不可以再做交流 反正要什麼脫離一中的經濟架構 民進黨這八年 到底跟ECFA是斷了還沒斷 敢不敢斷嗎 這件事情到今天一直沒有回答 第二個 民進黨承諾過的兩岸監督 協議條例 你完全執政 對 監督條例 請問你過了沒 為什麼 民進黨這八年執政 大家都相信 只有你不想過的法令 沒有你過不了的法令 還躺在立法院 還躺在立法院 今天躺在那裡 到底誰被棄了太陽花 到底是誰 講得清清楚楚 我覺得柯文哲每次都講說什麼 科學 務實等等 我覺得覺得非常扯 為什麼 今天林非凡 或者其他太陽花學運 提的是一個公眾議題的辯論 結果你針對他個人 你不回答 然後你針對他個人 這是對的政治做法嗎 今天林非凡也沒有說 你柯文哲怎麼樣 怎麼幫你貼標籤 他說的是說 為什麼我們太陽花學運 當時的精神 你似乎是違背的 結果今天他說你領9萬 我今天很好奇問說 今天民眾黨的負面上 許富他領多少薪水 他領12萬 這個我會反對嗎 其實不會 如果你民眾黨認為 這是你們經費的 最好運用的話 那就去用 為什麼今天林非凡 在民進黨的新聞 被民眾黨做新聞 這是雙重標準 所以我覺得政治標 走到後面 是違背自己的價值跟原則 每天進行政治的喊罵跟攻擊 我覺得這是最後一階段 任何台灣人民 都不樂見的行為 來 鳳馨 台灣你不管去 怎麼樣子調查 台灣民眾希望能夠 兩岸之間交流的比例 其實都是遠遠超過60%的 這跟選舉的民調是無關的 那麼這樣子的一個 大的比例希望交流 可是我們現在回頭去看 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 究竟是增進了交流 還是阻礙了交流 我認為它大大的阻礙了交流 這裡面有很多的問題 就是它到底只是在反黑鄉 還是反服貌的本身 其實我們到現在為止已經變得 說不清楚 講不明白 我覺得我現在對於太陽花運動 你們彼此之間要如何的攻擊 我沒有什麼太大的意見 但我覺得對於台灣好 這件事情 兩岸不可能停止交流 而且兩岸必須要互相理解 互相認識 甚至於我一直主張 兩岸之間是要融合的 因為對台灣而言 我們有這麼多的年輕的朋友們 他應該可以擁有更大的胸襟 去闖蕩更大的世界 他的世界地圖 不應該少了中國大陸這一塊 其實容我說一句比較粗暴的 我覺得太陽花運動是在反中 我個人認為是反中 其實今天我看這個新聞 我的感慨就是覺得說 茶壺裡的風暴 林飛帆到底現在是不是值領9萬呢 隨著那麼多年通貨膨脹 可能民進黨也加薪 他可能早就領不值9萬了吧 可是這不是重點 重點就是說 當時一群年輕人 不管他們基於什麼樣的理念在一起 可是這裡頭 整個他不管打出什麼訴求 後來太陽花學運的成果 跟這些領導者 大部分是被民進黨收編 這個是不爭的事實 而被民進黨收編了之後 他們也全部沒有當時講的 這麼理想性的公平正義的部分 甚至在民進黨內 林飛帆這次為什麼不選 因為底下的人跟他講說 有性侵事件他把他壓下來 所以你背叛了很多年輕人的理想 你當然在茶壺內 大家就會不滿 是 來 身份委員 今天早 我簡單的幾句話 這個面對攻擊 因為我政績就去告 這是萬金油 百福百零 這個沒有解釋問題 第二個 這是在我的看法是 太陽花內部的一群人 大家現在狗咬狗的戰爭而已 你們幾個都是後裔者 柯文哲顯上市長跟太陽花無關 有 林輝帆能夠以後的路子 跟太陽花無關 黃國昌能當上立法委員 跟太陽花無關 通通是後裏子 今天咬來咬去 通通是一嘴馬 第三個 他們的目的就有一個 攻擊黃國昌 就希望把那個親歷的 那一些年輕人 看能不能再找回來一下 所以這樣而已 我是拜託林輝帆 不要幫民眾黨助選好不好 他後黃國昌背叛太陽花 拜託 太陽花是正面的 現在代名詞嗎 我覺得不是 太陽花精神跟太陽花價值 連接到了很多都毒品跟色情 能夠背離太陽花 才表示林輝帆 才表示黃國昌 終於走對正途了好不好 所以林輝帆會攻擊他 背叛太陽花 本身我覺得是一個很荒謬的 邏輯跟攻擊 所以我覺得真的不需要 太陽花價值 當然當那個時候是代表 年輕人的想法 以及服貿等等的 但到現在 我真的看不出來 太陽花到底還有什麼堅持